已故韩社创办人蔡成阳长子蔡伯甫金船奏事 享年48岁 蔡伯22号是在西莱登饭店出席聚会时 突然身体不舒服 救护车到场后 她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人 宣告不治 韩社集团证实了这项消息 蔡伯甫在2015年 其实就闪辞了韩社参旅董座 传出健康亮红灯 后来她退居韩社二线 再上新闻版面 是妻子无婚外情 还有她恐吓大舅子的负面新闻 如今奏事已让外界相当震惊 轻轻一吻闪下众人 当年韩社参旅陈董座 蔡伯甫爱上自家员工 宛如电影情定大饭店翻版 宣腾一时 但后来又爆出妻子出轨 最后离婚收场 蔡伯甫的人生就宛如戏剧般情节 就连人生最后一刻也是走得突然 22号在喜来登饭店参加聚会的她 突然身体不适 救护车赶到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宋依抢救后宣告不治 享年48岁 本来大家也都认为说 她是韩社主人 就是这个准接班人 她在2015年突然辞去这个位置 就是传出是身体因素 有传言指出蔡伯甫有哮喘病史 但从未被证实 身为韩社创办人蔡成阳长子的蔡伯甫 当年学成归国后 在2001年出任喜来登执行长 2009年更成为韩社参旅集团董座 是韩社第一接班人 但在2015年却突然以个人因素为有请辞 当时就传出她健康亮红灯 之后退居韩社二线的蔡伯甫 再上新闻版面就是妻子外遇 恐吓大舅子遭到判刑 和跳票等负面新闻 如今更宗室震惊外界 兄弟互相辅佐打造出来的 这个韩社集团的就是弟弟蔡伯汉 我相信他是最不能接受的 蔡伯甫事事虽然对韩社参旅运作影响小 但和爸爸蔡成阳短短五年内相继过世 令人无声唏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